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特拉华大学 特拉华州大学 他在那儿呢 有他的图书馆 有他的储藏室 拜登在参议院任职36年 其中在任职期间呢 他曾经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 所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呢 他有资格去阅览美国外交系统当中的很多重要的文件 那些东西就 那些东西很多是属于机密或者保密的 那他作为参议员 他没有解密权 对吧 他有浏览权 但他没有解密权 所以呢 那拜登的行为呢 就促成了 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人权组织吧 相关监督组织 要求司法部采取行动 因为拜登表现出来的一切做法是不可信任的 拜登表现是不可信任 so far到现在呢 拜登在五个不同的时间点 五个不同的时间点 那可以说在五个不同的地方 因为后来那些地方发生在他家里面 可是呢 由于时间的不同 那他摆放就是储存的时间 储存地方也有差距 因为那一张纸同样在一个屋子里头 如果在不同的环境下 严格说那当然就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已经有媒体报道说 五个不同的时间 在五个不同的地方发现了五批文件 那最后一批文件是在星期六发生的 那比较奇怪 就是他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律师 他律师已经把他家翻了一个底朝天 在翻了底朝天的背景之下 他邀请FBI的人到他家去搜查 十几个小时 结果又找出六份文件 所以那也就变成了他的律师的本身的素质 就是帮他寻找文件的律师的素质 素养专业程度 那自然就提出了质疑 那如果这样被提出质疑之后呢 而司法部跟FBI又说呢 信任拜登的律师 那这句话就不成立了 对不对 这句话只能说是双方共守同盟 所以拜登的事情呢 就是每天发生一批 每天发现一批 成了洋拉屎了 洋拉屎是一哥的一哥的 跟那小药玩似的 拉一路 对吧 你夸插一下完了 他拉一路 所以不同的时间点在不同地方 结果呢 出现都是同一个内容 就是洋愤 那作为他最大的丧失呢 就是他的信任 在丧失信任之后呢 作为国家的监督组织 自然就会从他的专业角度来讲 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认为拜登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 在他供职36年的参议院的背景之下 他把大批的文件储存在 特拉华州的州立大学 但这大批的文件里面 是否保有有关机密文件 那这是一个人们自然很容易想到 所以那他的问题就是 那拜登的问题就是说 不知道他的延续有多深 不知道他到底拿走了多少 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拿走的 因为按照正常情况下 那个机密文件是不能拿走的 那他透过什么样的程序 持续了多长时间 在不同的方式下 为什么可以成批的把文件拿走 而没有人发现他 没有人去阻拦他 这是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宾州大学 宾州大学的这个 这个拜登的中心呢 发现第一批文件 只是在他的一个保险 一个柜子里面 橱柜里面 在一个信封里面 发现了十份文件 那他的拜登中心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房间 有的是不同 可以储存文件的地方 所以这就变成了巨大疑问 如果更大的疑问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有谁能够保证说 拜登没有撕毁过 销毁过文件 其实这些都已经失去了信任 那作为调查机构 当然应该是FBI 当然应该是司法部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这个问题 说大概在36有200个盒子 存放在特拉华 特拉华大学 有4000兆 有400千兆的这个数字文件 也储存那里 那这里就 这里的问题就是说 那里在这些文件当中 包含了多少这个机密党啊 这个东西就成为了一个笑话 那这个笑话是因为机密档案 有关处理机密档案的问题 有关对川普调查的问题 是拜登自己弄出来的 是拜登真正强烈支持出现 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通常说这是 这就没招了 那随着彭斯的出事 彭斯也发现了 其实他就像滚雪球似的 那其他总统跟副总统 是否自己去侦查 那这个时候就是包括 比尔克林顿奥巴马 自己在查的背景之下 他查不查 他找什么人查 他是请司法部查 这都是问题 那现在问题 只要他们家里有 就已经成为问题了 因为公众会把所有的眼光 放在他们身上 你们家有没有 那你怎么证明自己没有 它这是个问题 对不对 如果比尔克林顿把文件拿回去了 然后一直储存在家 那他涉及到问题 奥巴马一直把这文件拿回家 储存在家 那涉及到问题 这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就是如何看待美国的保密制度 如何看待今天美国政府 在处理相关事情态度 如何看待美国的 这个 这个这个打案局 如何看待 总统把文件拿回家 那再如何看待 在一开始围绕川普的一切 对川普的攻击 这是什么 那美国国家本身的 他的道德标准 他的基本标准 他的法律执行态度 那都 那都会放在一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所有的总统 家里都有文件 副总统没有文件的解密权 他们是否都 面临着等同的刑事调查 开玩笑 所以那 那很显然被碎掉 就是被 最终将被质疑的 可能就是司法部本身 司法部本身 为什么这么对待川普 所以这件事情就改了 在随着时间推移 将会更改 将会更改 那这里他提到 就是特拉华 特拉华大学 储存了他所有 在参议院时的资料 那而 作为机密答案 按照拜登的做法 就是拜登睡觉工作储藏 就拜登接触过的任何地方 都应该被调查 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 这就是他自己做事的态度 所以这篇文章提出的 就是这么个 这么个说法了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说 LBI 搜出了另外一批文件 那人们就呼吁说 他应该搜查他 搜查他海滩的 这个 海滩的这个 这个 小别墅 海滩住宅 应该是要被搜查 那当然拜登说 他的私人律师搜查过 但他私人律师搜查过之后 在他的 在他的这个家里面 又被拿出 搜出两批文件 也就是说 我刚才讲 他私人律师本身的 本身的这个 素养就是问题 特拉华大学 拥有拜登36年 这个参议院生涯的 1875个盒子 和400多千兆的 这个数字记录 都存 都存存在那里 那有谁能够 有谁能够保证 那里头没有决密 那里头没有机密文件 肯定没有任何人保证 对吧 所以这就国家法律 跟政策中心的特别顾问 呼吁对他家 进行大清洗大搜查 那而另外一个说 要搜查宾夕法尼亚州 拜登中心 那是14000平尺 14000尺 那是相当大 那是相当大 你买一个5000尺的house 你看多大 那14000尺 那而他的私人律师 只去查过了他 个人办公的地方 他说FBI应该搜查 特拉华大学 他的参议员的记录 记录中心 和他在海滩的住宅 所以这是基本上对他的 我愿意讲他对他的不信任 这是不同的机构 在评价这件事情 保证公众信誉的主任 迈克尔 那拜登的做法 每天被发现一件事情 那拜登的做法 使得没有任何人 能够相信他 没有任何人 能够相信他 在明天 没有新的文件被处论 即使没有 人们也不会信任他 这是拜登面临最大的地方 最大的这个问题 对吧 无论他睡觉工作 还是无论他干什么 只要他经过的地方 都有可能 绝密文件被留下 然后他提到说 FBI上周搜查的档案 比已经知道多 所以特拉华 拜登中心被搜查 应该是至关重要 白宫是说他们充分合作 这个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那没有任何意义的原因就是说 所有人搜查文件本身 我说句难听话 他也不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问题 因为那些文件已经在那多少年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就已经是国家安全问题了 无论拜登如何合作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拜登在过去时间里 现在到底扔出过多少文件 持续了多长时间 那他的对待文件的态度 他对待答案的态度 跟他在公众的表述 是完全大相径庭的 而他委托司法部对川普的态度 那正好是他今天 他指责川普的一切 是他今天的自己的所作所为 过去时间的所作所为 一切的直接表述 那他的罪恶是在这儿 他的罪恶 他的罪恶无法靠 就是他的问题 他的失去信任 他的欺诈 无法靠跟 这个司法部的合作的说法 加以解脱 在他的失去信任的背景之下 那与司法部的密切合作的 说辞的本身都包含着欺诈性 因为这确实是他自己的做法 所以人们 然后紧接着 彭斯发现了十几份文件 今天 所以人们 美国人对政府高级官员 收拾他们文件的本身 已经是提出质疑了 那他讲说 整个处理文件的过程 这套程序已经被摧毁了 这是有参议院的议员 已经直接提出来 说这一切说完做完了 格林厄谋 那我们要对整个事件本身 加以分析 那这张图呢 是拜登的 拜登机密答案的路线图 涉及到这么多故事 那这种机密答案的 这个图表在揭示 今天美国的问题 其实是 一共发现了五分 在五 就五批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五批文件 五批文件 那下面又解释了川普 川普的内容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 是摆在司法部 跟FBI在脑袋上 他将如何处理 所以真正的 我以为这个故事 真正的故事呢 就是拜登 FBI司法部 再加上民主党 就是他们 失序移民 他们以信任为基础的 这种欺诈的本身 会被人民当成欺诈的本身 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 而这种欺诈本身呢 却是道德的沦丧 而如果 还有人去 那么去支持他 却表明这个国家的 选民当中 相当一部分人 道德的沦丧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这不是法律问题